周杰的谣言一个一个被揭开的时候 依然有很多人不断地在说 周杰人品不好 否则为什么环珠格格就只有他半红不子 还有传闻说 很多导演不愿意跟他合作 其实很多导演不爱用周杰 确实是事实 但原因却不是传说中的耍大牌不经验 之前也有一些导演客观地评价过周杰 比如拍过《奋斗》的导演赵宝刚 他就评价周杰演戏太能较真 有时候甚至是钻牛耳尖 其他演员很少像他这样 为了表演和台词 能去跟导演不停地吵 有时候赵宝刚也会感觉烦 但他也理解周杰是为了戏好 所以每次赵宝刚也都会跟他讨论 不过赵宝刚也骄傲地说过 最后基本都是他吵迎周杰 多年前李亚鹏办的射雕开拍时 周杰在里面演杨康 就曾在节目上说过射雕剧组 说杨康和穆念慈出见的那场戏 杨康出门就带了两个小兵 这哪像一个巾帼小王爷的样子 他也跟导演说过 导演反而说这一细节不重要 结果电视剧播出之后果然被吐槽 这些其实也都侧面印证了 周杰跟陈道明说 陈老师你不应该这么演 他应该确实是干得出来的 但陈道明没有生气 反而很欣赏周杰 因为众所周知 陈道明也是特别喜欢跟导演叫真的演员